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US 10PS GTZ4的小刚 那小刚在这个开头影片这边就带了这一支 Sicco 5这个惊弓5号 这一支就是小刚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表 价格不贵 那我们买新表的时候 好几年前也是在一个马币350令吉 就是350块而已 那这个而且小刚自己也把它换了这个 你看他这个钢链 就是那种有点像劳力师那个 五珠的那个链带那个钢链 在你看到小刚这一支影片的时候呢 相信小刚手上自己的这一款 Sicco 3这一支金龟 可能已经把它卖了出去给别的表友 所以在那边小刚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刚对这一支表的心得 金工乌龟款式啦 3是绝对在金工里面非常非常经典的 那也是一款识别度非常的高的 就是说你虽然它价格入门 可是戴这一支表我跟你说 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戴这一支表就是叫金工的乌龟 得乐 或是有些人叫它鲍鱼 所以你买的这一支表的朋友啦 绝对不会给人家觉得你是便宜才会去买这一支表 那戴这一支表金工乌龟呢 反而我会个人觉得哇这个表友 那一定是稍微懂表的 那这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金工的乌龟喔 这个这个型号 那再来讲一讲这个乌龟呢 它这个我手上这个叫金龟啦 SRPC44喔 那这个也是国际特别棒 那在市场上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少见到的一个款式 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44-45mm的左右的一个表壳 那上手一点都不大 因为它这个表额整个表壳的设计是非常的圆润 那非常像一个乌龟壳这样子啊 非常像一个鲍鱼一样 所以他们就叫它一个乌龟嘛 整体来讲呢 它的一个耐用性来讲 或是它的走势方面呢 各个都其实非常的好 为什么这一支表那么好 我还会把它卖掉 那接着下来我又会换一些哪一支表呢 我会换金龟的哪一支型号呢 这边眼见的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小刚现在就带了这一支新的金龟喔 那这边为什么小刚会卖掉自己的这个金龟 这一支那么好的这个金龟呢 那其实揭晓答案喔 就是小刚其实想玩一下 想四手入手收藏一下这个比较高级的这种金龟 而且是这个还是一样喔 这个金龟这种乌龟啊 鲍鱼的这个款式 那现在小刚手上带的这一款喔 是SPB153J喔 Made in Japan的这个款式 这个乌龟鲍鱼 那到底它会不会比这个小刚入手的这个金龟啊 会不会更好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喔 那先讲说到这一种高一级的这一种金龟啊 当然呃第一个上手的这个感觉啊肯定会明显比我之前那个SRPC 四十四的那个金龟啊 当然会更加优秀的那个手感 那你镜头下放大去看喔 确实它整体那个细节啦 比如它这种指针的打磨抛光啦 或是在这一种光色的反线下 质感都会比小刚之前的这个入门进攻喔 好上了很多喔 那它和普通设过这个入门乌龟鲍鱼款呢 最明显的分别啊 就是尺寸啊 小刚手上这一款SPB153喔 是42mm多的左右这个表格 而且厚度也只有13mm多而已喔 这个这个表格的厚度 那重量肯定也更轻 绝对比小刚之前那个四十四十五mm那个金龟喔 更加的适合日常百搭配戴 那这一款SPB153喔 小刚个人觉得啊挺值得收藏的 那因为它是一款这个复刻至近回进攻 6105这款经典的潜水表喔 那虽然呃要讲一讲啊 这个呃这个表格啊 对比原主6105喔 它这个还原度啊 其实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那么一丢丢的啦 哈哈 那那谈到这个复刻至近的这种 SECOR进攻表喔 玩表的朋友都知道啦 越接近原版的设计 它的售价一般都会越高喔 那但是这一款SPB153啊 却是可以用最便宜 就能入手到的这个复刻至近款喔 那所以当然在细节上啦 诶其实当然会有一点小小的一些分别啦 那就好像我说它那个表格的那个设计啊 但是这对我来说已经非常的满足喔 那就好像进攻大概其实在2019年左右啦 其实它也出过一款这个 SLA 033的这个至近款喔 它的设计是更贴近的一个原主6105喔 而且机性当然也更高级 所以它的售价其实是去到过万的这个价格喔 那而这一款SPB153呢 第一眼看下去喔 几乎就是和这个 SLA 033啊 或是它原主6105喔 差不多一个样的 那瞬间把这一支SPB153的性价比啊 确实是拉高了一波喔 那你方形指针啊 这个交通红绿灯 这一种秒针喔 也是致敬金工潜水表的这个重要的元素啊 它是个经典的DNA 那而且绿盘也是在市场上 一直都很热门的一个颜色 目前也只有唯一这一款 呃型号啦 SPB153喔 呃是绿盘的喔 这个致敬6105这个系列来讲的话 以这个最亲民的价格 那我买这一款SPB153啊 其实很大一部分啊 也是因为这一款 呃这一款的颜色的喔 那而且他又是这一种经典 乌龟鲍鱼的这个表科啦 有非常高的识别度喔 配上它独特的这个表盘的颜色啊 你远远看就知道啊 手上带的就是哪一款进攻啊 所以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它 那表科也做了进攻自己的 而且它称为这个 super hard coating喔 就是让表科 呃更耐刮 它硬度更好 那这个表径呢 它玻璃也是用了这个蓝宝石材 而且是做了这个防旋 镀膜处理喔 那小刚之前 SRPC44的金龟 只是用这个普通的矿物玻璃啦 这个mineral crystal 那再来就是这个小刚之前这个金龟 SRPC44 是用了比较入门的这种4R机型喔 那而这一款 SPB153喔 是用了这个 6R系列改良版的 就是最新的 6R35 这个机型喔 是made in japan 日本制的这个机型喔 它动力已经来到 差不多是3天的这个动力喔 70个小时的这个储存动力 那这颗机型呢 比起4R入门系列的那种机型呢 当然也更加的精准 机型厚度也更薄 当然那个动力 也比那种4R系列来的更长喔 比起4R机型的这一种 进攻入门的那一种潜水表啦 当然它是更高的规格 有更好的这个性价比喔 它表圈的手感呢 其实玩起来的 也明显喔 比这个进攻入门的那一种潜水表 更加的扎实 那以上统统提到的都是和小刚之前那个金龟喔 SRPC44的那些分别喔 不知道朋友们觉得金龟SRPC44 比较好看 还是这一款绿龟喔 SPB153好看的 留言在下面告诉小刚 小刚想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